此刻我对这个公司可能做的是贡献 那有一天如果我成雷赘的呢 所以其实如果是做一个管理者 我其实是能理解的 反正他现在也不咋来 一般都是出事的就在 以后多陪 因为我们那个自称很了解业务的小编 在评论区互回复 导致很多朋友的心里不舒服 我给余老师就直接告证 今天呢确实是来开个会 这样的做法严重缺乏职业精神 也说明公司管理上有很大的漏洞 学后呢 别说什么话 哪个公司不想要 我编两天 我应该上来这 在这里我非常的自责 也在此郑重的向大家道歉 你就得在我身边受了委屈 或者受了冤枉 或者说是发心了 那我就告状 就告状就好了 随时告诉我 对我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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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